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有件很不开心的事 咱们的薄金账奖被人刷爆了,好气酱啊 这可是小强花了36万斤套,重金买回来的护甲 我都还没用呢,直接就没耐久了 小强就是被这个熊啾啾刷架了 这人是闲鱼也喝营地啦,怎么就是有点熟悉啊 不管怎么样,咱们的梁子算是贱笑了 可怜我的新护甲,那有就这么被刷掉了 最难说的是咱们的纳米用光了,连修理都做不到 气得我想直接去复仇 但小强发现咱们的邮件并没有入侵记录 看来你们营地有内建 我也是直接问了师长,顺便告诉他内建的事 没想这个闲鱼也喝,是咱们营地唯一的仇银 那就好办了,如果被小强遇到的话,肯定要疯狂刷他们的甲 隔了两天,终于被我逮住这个营地了 我以前就听说过打人 打营地呢,我还是第一次见 今天小强非得把这个营地闹翻天了 居然把我的新甲可以刷爆了,这个仇不能不报 小强在市中心换用了半天,一个人都没见到 这营地还真够冷清的,诶,这有个挂机的,咱们刷刷他的甲 我去,烧一下就到,这人没床甲呀 算了,直接把他送回家吧,找到下一个目标 告示牌,这里有两个挂机的,都没有床甲 但是这营地得罪不少人,个个都这么自觉 咱们断了半天,总算遇到一个活人了 嘿嘿,还想跑,我看你是想多了吧 哎呦,还想传送回家,咱们快点阻止他 小伙子,你的手术不够坏呀 一回来就会打中国呀 OK,成功灭掉,这人直接复活了 本来小强还想刷他甲了,看来不能住院了 这营的人很怂,咱们等了半天都没人来 我看了一下地图,他们营地最高也就17庄 看来这就是那个熊啾啾的市长了 咱们先去那个家园看情况吧 果然是这个人,终于找到他了 比较可惜的是,翔身上没在秋囊 不然的话,咱们就可以把这的甲给刷爆了 本来我还想安插一个内建号进来了 但咱们市长说了,这营地进行的条件要18庄 摆明就是不想让人进来嘛,真够鸡贼了 算了,刷他一两次就走吧 咱们继续去世中心蹲斩 诶,有人回来了,咱们偷袭一波 两分就到了,看来他穿的是彩甲 扶起来再刷一次彩甲,咱们也不能放过 小强也是被这营地人认出来了 他们居然还威胁我,真是给你敌眼了 咱们直接怼回去,王权不怂 本来就是投影了,直接开战也无所谓 说的好像小强怕你们是的 由于时间原因,本期的视频就在这里 如果小强们其他后续发展的话,记得帮助哦 我是小强,我们下期见,拜拜